所以肯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 对尤其是我们编这个课 都是 从自己的这个角度 出发比较多 所以肯定就是没有考虑到 大家的需要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给我们 多提建议和意见 对然后今天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前几周那个内容里面的 那个选读的内容里面 一些我觉得 比较好的 因为就是大家看到 那个课程的材料上面 下面有选读的材料 我想可能大部分人 也不是大部分 可能有的人就是没有时间看那么多 但是我是 就是我觉得那些都很好 就是希望大家有空 以后慢慢还可以看 所以我想就是今天 摘一两条 我觉得特别好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首先呢 是这个 这个基础理念课 对这个课 因为我们现在是从这个 Telegram进去 就是不大容易转到 那个微信里面 所以假如你 你那个链接不Work的话 你就是在微信里面 先查找一个 official account 叫签聊 就是在他的 就是在添加公众号的地方 找一个叫签聊 然后你加了这个 account 然后加了这个公众号 你follow他之后 在他的页面下 就会有 就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页面 你到这里去找我的 或是找我的课程 然后就可以进到他的那个 那个签聊他自己的页面里面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 所以可能是在这个推荐或者什么 你可以找到这里有一个搜索的地方 你在这个搜索的地方填 基础理念课 就可以找到这个课程 对我 我其实还是非常推荐 尤其是在国内的 想要在家教育的家庭 一定要看这个课程 因为他讲的 那个老师讲的 就特别针对国内的情况 所以 所以就是 对 所以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提一下 但是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师 他们家有别的课 别的课我就不了解了 所以我只是 我自己看过这个基础理念课 我觉得很好 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 另外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讲课的老师 有一次我在他群里讲 看到 他就讲到这个 教育观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 因为有人就贴了一个转了帖子 就讲到现在国内对于教育的 就是焦虑的问题 然后他就讲说 就是现在大家一般认为的 教育观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神给我们的教育观 不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 就是 就是我觉得从这样的话 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老师 就是对教育 对这个基督教教育的理念 他是有很深入的思考的 然后 关于他的这个课 我就摘一张 这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 关于在家教育的 一个slide 他就是说 就像我们一直说的 就是在家教育 是神到家里来教育全家人 所以不光是 教导孩子的学习 其实就是也教导很多家里面 就是帮助父母 也更加变得 像主耶稣 帮助父母也一起 跟孩子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 也特别是帮助大家来继续建立 和神心意的家庭关系 对这个是 关于这个课的介绍 然后 然后另外一本书叫 Teaching from rest 大概中文 中文还没有翻译 但是可以就翻成叫 从安息中教导 那我觉得他里面讲的 他的第一部分的标题 就 对特别的打动人 他就说 你那么努力 是为了谁的夸奖 对我们 对我就想像我们 都 都做妈妈 做爸爸妈妈 然后本来就已经很忙了 然后再要加上在家教育就更忙了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试图 在每一件事上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每件事都特别努力 但是我们就是要 常常要记得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 那么努力 做好那么多件事情 我们是为了谁的夸奖 那书上他就说 我们要安息 在安息里面才能更好的教导孩子 那安息始于接纳 就是更确切的说始于降 就是把我自己的计划 来降服于神的计划 就比如说 比如我们计划每天早上吃早饭 然后敬拜 然后学数学英文 那假如有一天早上 吃早饭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撒了牛奶 然后到敬拜的时候 电视机或者电脑那个设备又坏了 然后到你学数学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 他那个提奏不出来 就开始大哭 那这个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 就是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 啊我一天的事情都被搞乱了 怎么一天 刚刚开始就乱七八糟那么多事 但是假如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想到啊 这可能是神给我的计划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我安排做这个那个 但是当这些可能是意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可能就说明神对这一天有他其他的计划 那当牛奶打翻的时候 可能就是神希望啊 我们要教导孩子怎样来收拾这些东西 那当啊孩子做题做不出来哭的时候 可能就是神希望我们来啊更多的安慰孩子 然后来帮助他啊 就是就帮助他练习 不要不要轻易放弃 也可以或许是要教导孩子 这么就是在困难的时候 嗯更加好的可以控制情绪这样 甚至有的时候啊 那弟弟妹妹特别吵特别闹的时候 可能也是神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啊 暂时多花一些时间来陪伴小的孩子 或者也是教导这么 让大的孩子来带着小的孩子一起玩 就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想到 嗯就是不要光想着我们自己的计划 而是要想到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可能这就是神的计划 那他书里面还有一句话 他就说那除非我们相信神真的会顾念我们 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安息在神的怀中 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神 神真的是帮助我们 神真的是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更好 所以我们是可以把一切的事情都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 嗯还有一本书叫 啊 Love the Journey 然后啊 这个妈妈她自己有六个孩子都已经 嗯 Home School到高中毕业 他们现在也已经很大了 然后他就讲到 嗯 有一次他就想给 让孩子们给孩子们拍一个video 让他们都讲一下 对于过去那么多年 Home School的 嗯 时期里面他们都记得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说 啊 他收到孩子们反馈的video的时候 他非常惊讶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那么多年 啊 勤勤恳恳的教导孩子 研究了很多的教材 然后设计了很多的课程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教导孩子 然后教的不会的再教一次 他花了很多功夫来教孩子 但是其实孩子们对这些学习上的事情就是 其实并并没有什么记得 但是他们反而是记得家里面一些特殊的事情 家里面爸爸妈妈煮的特殊的食物 或者记得他们家人在一起 啊 在一起的生活 他也特别 就是那些孩子们也特别记得就是在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上 当父母在这些事情上的反应让他们能够更加认识神 更加认识到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 这是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 那另外他也举到说有一个孩子他他上大学 虽然是去的一个啊 自由派就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liberal的学校 但是他并没有觉得难以适应 因为就是他们并不是就是说像有的人想象 好像嗯 home school的话孩子就跟外面有有些隔绝 或者会不会有不适应 但是这个孩子就说嗯 因为他们在家里那么多年 其实就是父母不停的在圣经上的教导 就让他们看到 其实父母和自己兄弟姐妹都是罪人 每个人都是罪人 每个人都会犯罪 所以他们到了外面也会知道 嗯 那别人有犯罪 别人有犯罪的行为也不用吃惊 只是当然在外面这样的行为会更多一些 另外这个啊 这本书里面啊 还有一个分享对我对我自己特别有感动 就是他特别提到啊 啊丈夫对啊 妻子对家庭的带领 他举了第一个例子是说 嗯 有一次他孩子三年级的时候 他想要给孩子选择一个数学教材 所以这个妈妈他就花了很多功夫研究了 研究比较了很多种的教材 然后在网上看了很多的review啊 就是他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 最后他选择了两个 但是他不能确定哪一个更好 于是他就去请教他的先生 然后他他就跟他先生说 啊我研究了 这个教材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这个是怎么样 那个是怎么样 他就在那跟他先生说说说 然后他说了几分钟之后 他先生就说啊 我觉得都挺好的 你就随便挑一个吧 然后这个妈妈就很生气 他就觉得 我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 你怎么就能跟我说随便挑一个呢 我不能随便挑一个 然后他爸爸啊就是他先生就跟他解释说 他说啊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只是三年级的数学 并不是啊很高深的东西 其次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很努力 很啊很勤奋的妈妈 那即使就是在教材上真的有什么不合适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也会有办法来解决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他三年级的数学 你选的这两个都可以 你随便挑一个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就是他自己的感想 他就是觉得 他就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愿意就是相信 因为神派丈夫是来来带领我们家 那我是否愿意相信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神就是在通过我的丈夫 来给我建议给我带领 就是能够除去我心里的各种的焦虑和不安 那就是所以他就是说 那在这个就是在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你是否就是愿意相信 就是神通过丈夫给我们的带领 那哪怕就是可能很多时候 尤其是我想很多家庭来说 可能就是姐妹照顾 home school的事情多一些 可能觉得丈夫好像确实都不太懂 也不太参与 那我我我我以前也是犯这样的错误 那我看了他的这样的分享之后 我就想就是其实就是先生不参与 一方面就是他就算是不了解细节 但是就是我们可以相信就是神还是会带领他 让他知道在大方向上怎样的来带领我们 另外就是当我们愿意跟先生多分享 说我们今天做了这个 我们今天学了那个 或者我看了这个讲座 有什么感想 其实当我们愿意跟先生多分享 多多告诉他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越来越多了解 这个home school的这些东西的 然后他举的第二个例子 他就是说到 有一次他们换到一个新的教会 就是搬家之后换到一个新的教会 然后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 就是特别受人尊敬的年长的姐妹 就是那种老奶奶似的姐妹 然后那个姐妹他就说 他说啊什么孩子 你不能让他跟你分开睡觉啊 你一定要抱着他睡觉啊 啥啥啥的 就是就是他说的那一套 就是他有一套他自己非常 就是他说了一套特别的 那个就是养育孩子的 他自己的观念 他非常坚定 然后教会里面很多人也都 就是跟随他的这个观念 但是但是这个作者 这个妈妈 他他不是那样养孩子 他就是他之前几个孩子 就是都是就自己放在小床上睡啊 或者什么样 所以他到这个教会里的时候 他就感觉压力很大 他觉得他需要 按照那个 那个长辈姐妹的方法来教孩子 否则别人都会觉得他很怪 或是怎么样 所以这样的事情 就给他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可能 按照那个人的方法来教 于是有一天 他就跟他丈夫就哭诉说 哎呀我觉得压力好大 我受不了 然后他丈夫就说 那他讲的这些 就是这些具体的 让小孩睡觉啊 这些方法 是在圣经上有说吗 那这个姐妹说 好像没有 圣经上并没有 并没有这么说 你要怎么让小孩睡觉 什么的 那丈夫就说 那既然圣经上没有 那你自己喜欢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不用去听他的 然后这个妈妈 她当时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安慰 她就说 哎呀那我真是太感谢了 那个就是我先生 就是神借着我先生 给我这样的引导 给我这样的保护 让我不再 就是可以脱离自己之前的 各种各样的焦虑啊 什么的 而且在那之后很多次 就是每一次 他有什么难处 或者有什么 就是有不平安的地方 他都凭着信心去相信 他先生跟他讲的 就是神要告诉他的话 所以他就 所以他也是在书里面 就鼓励大家 特别是做妻子的 就是可以有 能够更加有信心的 来尊崇丈夫的话 对 对这个就是 我大概分享一下 这几个这几本书里面 我觉得 比较特别的内容 然后 下一课的话 主要是讲 就是